我們來做一點簡單的小題目 他說有關於吸放熱誰是錯的 各位各位講過了 被吸熱就好了 放熱不用被 沒被過就放熱 國中所學大部分都放熱 電解要提供電 我們稱為吸熱反應 溫度上升 表示你的溶液溫度上升 表示裡面反應在放熱 隨著它溫度提高 然後呢 硫酸C4是放熱反應 所以呢 燃燒是劇烈的化學變化 或者是狭義叫劇烈的氧化 會放出光跟熱 所以燃燒一定放熱 所以B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B OK 練習11 誰放熱 其中一個硝酸甲溶於水 是我在一開始做實驗 就請你背的事情 OK 來 這個叫做帥哥男34號 34 不知道答案請坐 十元溶於水 沒背過 其實背過 我們在講冷劑的時候講過 冷劑加鹽巴加冰塊 為什麼溫度會降低 因為鹽巴溶於水會 吸熱 衝酸甲溶於水 是我當初做實驗 你去摸過 那杯子冷冷的冰冰的 表示它吸熱 電解水需要吸收電 所以叫做吸熱 所以氫氧化鈉 鹽酸溶於水會放熱 所以答案選C 來停車站間問那誰吸熱 倒過來問而已 倒過來問而已 然後我們講過吸熱要背 因為國中所學吸熱比較少 就把吸熱背起來 十四號 十四 你說什麼 你要告訴我 不知道嗎 你告訴我 不知道嗎 對 說不知道是不是 蛤 你選豬 你選豬 我們的霧會很深啊 我們的霧會很深啊 炭酸氫納受熱加熱會分解產生二氧化鈉 這是個重點 所以它是吸熱反應 其他的燃燒算是中和 都是放熱反應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問各位 誰吸熱誰放熱 接下來 我們問說下列迅速 或者錯誤產生的這些氣體 OK 然後呢 大理石加CN酸 是我們當初做二氧化碳的方法 好 所以呢 選項A是錯的 選項A是錯的 所以答案選A 其他的選項都是對的 你就要記得 鎂帶加鹽酸產生什麼 雙氧水加二氧化氧產生什麼 碳酸氫納加酸產生什麼 OK 所以就請你們來記好 這就是 立體07 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 誰有可燃性 你學過什麼東西有可燃性 我們只學過那晚夜嗎 那誰是那晚夜嗎 誰是那晚夜 OK 來 大哥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32號 32號 32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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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2 請坐 這個可燃性的是氫氣 銅加濃硫硝酸產生二氧化碳 酸氧水加二氧化膜產生氧 碳酸氫鈉加濃硫酸產生二氧化碳 鎂帶加CN酸產生氫氣 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產生氫氣 所以答案選豬是氫氣有可燃性 練習十四,氫是一個乾淨能源 請問你哪一個方法? 沒辦法得到氫 沒有辦法得到氫 就是產物不是氫 產物不是氫是誰? 不是氫 來 女生 9號 9 C 3 C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C 那加水,鹼晶竹加水產生氫 鐵加鹽酸,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產生氫 電解吸油酸沒學過 但是我們跟各位講電解水的時候 我們課本上要你加氫氧化 那我說可以加硫酸,可以加硝酸 所以電解硫酸的結果是跟電解水的結果是一樣的 正極產生氧,負極產生氫 所以有氫 硫化牙體加鹽酸 這個你們現在已經沒有學了 反正知道A有B有C有就知道答案是C 答案是C OK 這就是我們告訴各位 問各位 產生的氣體是什麼 把前面要你背的事情背好就對了